哈马斯扬言再次发动恐怖袭击 美军或计划进驻袈裟 民众自发聚集宋李克强 当局正是吓不住 中共参加AI峰会被嫌弃 英国副首相表示不适合某些会议 朝鲜关闭驻香港领事馆 中共低调回应 以色列国防军11月1日表示 凭借提前规划精确情报和海陆空联合攻击 以色列地面部队已经突破了哈马斯 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防御前线 部队濒临加沙城下击毙了上千名哈马斯分子 以色列军队表示 自从开战以来已经袭击了11000个哈马斯目标 据31日的卫星影像显示 以色列军队已经挺进加沙约5公里 以色列坦克已经抵达加沙北部重要的爱巴尔大道 地面部队规模巨大 数百辆装甲车越过边界几英里 进入加沙城郊的市区 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 尽管前路仍然是漫长 但是消灭哈马斯的进度大约达到了10%的所需距离 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说 地面行动正在按计划进行 但是他坦诚 虽然以军的地面攻击取得了进展 但是过去几天也遭受了人员的损失 自从开展地面攻击以来 已经有约16名以色列士兵丧生 10月31日 有9名士兵在加沙北部和哈马斯的战斗当中丧生 士兵们因为他们所在的装甲车 被反坦克导弹击中而身亡 另外2名士兵据报在此事件中受重伤 还有2名士兵在加沙地带的及其他冲突中丧生 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哈勒维 在给部队的一封信中表示 战斗的代价沉重而痛苦 但这场歼免哈马斯的战争是有必要的 这不仅是为了捍卫以色列这代人的权利 也是为了确保子孙后代能够安全和繁荣的生活 以军正在积极主动地在敌人的领土上和他们作战 在他们制定计划的每一个地方 以及邪恶的恐怖分子出没的地区打击他们 另外 周三在加沙地带的一次空袭当中 哈马斯反坦克导弹部队指挥官 穆罕默德·阿萨尔被击毙 以军表示 在阿萨尔的指挥之下 以色列平民和以色列国防军士兵遭受了多次导弹袭击 日前 哈马斯高级干部哈马德接受黎巴嫩电视台采访时 再次为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平民的残杀作辩护 并且威胁说 哈马斯会不断地重复10月7日的行为 更是声称 以色列的存在是不合理的 要直至以色列被消灭为止 还说 巴勒斯坦才是受害者 做什么都是对的 言下之意 包括杀戮 绑架 强暴等等行为 哈马德的这番言论引发了欧美多国的痛批 英国外交大臣克莱福利认为 当哈马斯致力于消灭以色列时 怎么可能有和平呢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 则谴责哈马斯官员令人不寒而栗的言论 另外 有视频显示 加沙人在绝望中呼唤 我们没有钱 没有工作 没有吃的 钱都被哈马斯拿走了 美国人来帮我们赶走哈马斯吧 网友评论说 希望这样的加沙人 巴勒斯坦人越来越多 希望阿拉伯人和全世界都理解 哈马斯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共同的敌人 白宫11月1号明确地表示 美国不相信在与以色列的战争结束之后 亲伊朗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 能够参与加沙地带未来的治理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 在陪伴拜登飞往明尼苏达州时 在空军1号上对记者表示 哈马斯10月7号在以色列南部屠杀1400人 未来继续让哈马斯掌权会出现问题 我们确信哈马斯未来不能治理加沙 冲突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们仍然是没有答案 但是美方正和这一地区的合作伙伴合作 探讨未来该如何治理加沙 美国副总统贺锦利10月29号受访时指出 美国没有计划向以色列派兵参与加沙地带的战斗 不过据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和以色列官员正考虑 在将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赶下台之后 向加沙地带派遣一支国际维和部队 并且暗示美军可能会参与部署 报道说 美以两国一直在为加沙未来探索各种选择 包括几种不同的维和安排 一个方案是在美国 英国 德国和法国军队的支持之下 将加沙的临时监管权给予这一地区的国家 理想情况下将包括来自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等阿拉伯国家的代表 以色列政府将不会管理加沙 尽管官员们强调上述讨论 仍处于早期阶段 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31日 向国会议员发表的评论中暗示了这个意象 表明 华盛顿正在深入参与规划 尽管布林肯没有详细说明这些可能的选项 但是官员们表示 其中还包括 以1979年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和平条约为蓝本 建立一支维和部队 根据这一条约 多国部队和观察员负责监督西奈半岛地区 一名官员称 以色列政府认为这个做法值得考虑 此外还有第三种安排 那就是联合国将获得对加沙的临时管理权 据报道 以色列官员对这项选项不太热衷 认为其不切实际 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遗体告别式 在11月2日上午 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 比照前中共总理李鹏的丧礼 习近平率重常委参加了告别式 随后进行了遗体活化 当局下令 在中南海和天安门广场等地 也将半旗致哀 官媒释出习近平 对李克强妻子陈宏 慰问的照片 在灵堂上 李克强的遗体供人瞻仰 其脸上还挂着眼镜 与各大官媒当天基本保持沉默相比 李克强的灵车上午前往包宝山时 北京民众自发聚集 送李克强最后一程 北京警察便衣如临打敌 包宝山周边和北京长安街沿线封路 大量的警察黑衣人沿路站岗 严密的监视道路两边 为李克强送行的民众 有视频显示 11月1号晚间被京长安街已经管制 天安门广场开始清场 到处都是武警和便衣 但是当局的阵势 并没有能够把民众嚇阻住 运送李克强遗体的灵车 前往包宝山公墓时 大批的民众围观 送别高喊一路走好 长安街上午实施交通管制 还有很多人员不让民众靠近拍摄 路边有一些民众高举手机拍摄 被便衣驱离 在北京上庄东街 李克强领车经过时 还有一名女子被两名便衣捂着嘴 带离了现场 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表示 李克强在人生最风光之时 是否也想过 自己人生的终结 是如此的草率和匆忙呢 也有网友感叹 如果李克强知道 自己的人生会这样仓促的结束 不知道他会不会后悔自己选择的路 一位人权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 李克强生前是中共独裁体制内的一位高官 原本不值得赞美 但是对比起其他专横跋扈的当权者 民众自发悼念李克强 并且质疑他的离奇猝死 是可以理解和支持的 英国主办的全球人工智能AI安全高峰会 11月1日登场 中共派科技部副部长参加 英国副首相奥利福·道登直言 中共可能不适合参加AI峰会的某些会议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参加了AI峰会 中共则派科技部副部长吴朝辉率团参加峰会 一些科技高层和政界领导人警告说 AI的快速发展如果不加以控制 将对世界构成生存威胁 从而研发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 进行设计保障措施和进行监管 英国副首相道登周三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 我们和其他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面临着同样的风险 没有人希望发生一些最不利的后果 所以英方有和中方合作 但是他强调 峰会的一些会议是我们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工作 因此中共可能不适合参加 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也参加了这次峰会 道登表示 尽管他不认同马斯克的许多观点 但是马斯克是一位无可争议的科技巨头 像他这样的人物来参加这次AI峰会 凸显了会议的重要性 贺锦丽在发言中敦促全球行动起来 管理AI的风险 他说尽管AI能够给人类社会带来潜在的好处 但是他也有可能造成深远的伤害 从规模超乎我们之前所见的AI网络攻击 到可能危机数百万人生命的AI生物武器 这些威胁当然可能危机人类的生存 这些威胁是深远的 需要全球采取行动 尽管中共在AI峰会上承诺和美国 欧盟和其他国家合作 共同管理AI带来的风险 但是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早在峰会召开之前 就曾警告 不应该相信中共会遵守峰会达成的任何共识 甚至中共不应被邀请参加 这次举行的英国人工智能高峰会 他说我们应该和我们的盟友合作 而不是与那些寻求颠覆自由和民主者合作 他并写信给首相要求撤销邀请中国 超前准备关闭包括西班牙 香港和非洲多个国家在内的十几个大使馆 此举可能导致平壤在全球范围之内 关闭近25%的外交使团活动 分析人士称这是由于朝鲜经济困难 韩国统一部10月31日表示 朝鲜最新关闭外交使团 显然是由于国际社会加强制裁 使朝鲜越发难以在海外赚钱 外汇收入陷入困境 独卖新闻报道 朝鲜一直靠香港赚取外汇或采购物资 据信由于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朝鲜难以继续维持香港总领事馆的运作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1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中为朝鲜开脱说 各国有权限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要 决定设立还是撤销本国驻外领事机构 中方尊重朝鲜关闭其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决定 专注朝鲜问题的NK Pro网站创始人奥卡罗尔 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平壤脱离全球的趋势 以及朝鲜经济疲软 使馆难以为继 关闭使馆为朝鲜几十年来最大外交政策调整之一 奠定了基础 这将对其外交接触创造非法收入的能力 以及在该国开展人道主义工作产生影响 韩国统一部表示 国际制裁使朝鲜已经很难与传统友好国家维持 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外交关系 朝鲜大使上周对安格拉和乌干达领导人进行了告别访问 自1970年以来 安格拉和乌干达都和朝鲜建立了友好关系 保持军事合作 并且向平壤提供了通过雕像建造项目赚取外汇的机会 朝鲜和159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是驻海外机构只有53个 其中有3个领事馆和3个代表处 朝鲜也将关闭驻西班牙的大使馆 由其驻意大利代表团处理邻国事务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希望之声互联网已经开通 每个月只需要1美元 诚挚地邀请您前来支持我们 和我们一起守护言论自由的空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